中文播放 高级中文 我是杰妮 大家好 我是肖霞 那现在是冬天嘛 越来越冷了 然后就不想出门了 肖霞有没有觉得 对 其实冬季 如果总是待在家里 不运动呢 对身体健康也不利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 探讨这个冬季运动的重要性 没错 我想好多朋友 都非常的喜欢运动 那么我们的课文里面呢 到目前为止 今天还是第一次 专门就运动来讨论 所以大家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那现在呢 我先问三个预习的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就是 对话一开始啊 提到了一个比较不健康的事情 那就是有一个词 它是来形容和比喻 经常生病和吃药的人 请问这个词是什么 或者这种称呼是什么 对 所以大家要仔细听一听 这个对话 要找一找这个词是什么 其实在一开始就有了 先告诉大家一下啊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是对话中也例举了一些冬季的运动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提到了哪几种运动 那今天的最后一题呢 是为什么运动在冬天是这么重要的 那我想我和肖霞前面也说了 大家肯定也知道这个道理了 是吧 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呢 知道是知道 要做起来可能比较难 没错 那肖霞 你今天给我们选了什么重要的词呢 今天的词呢 比较少 但是很重要 第一个呢 是窝 窝 我们把那个 比如一个鸟吧 动物都会有个窝 猪的地方 对 然后你自己家里 像我们说的比较随意一点 是我的窝 对吧 对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窝呢 它是一个动词 意思就是说 待在某一个地方不活动 我们常常说的窝在家里 比如说窝在沙发里 窝在床上 这样的 就是说都是待在某一个地方不动的 听起来还蛮舒服的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口语的词吧 对 那第二个词呢 第二个呢 我们要解释的是一种疾病吧 流感 流感 其实是一个全称的 就是把它缩小缩短了 是吧 它的全称就是流行性感冒 这样一解释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 对吧 就是一种感冒 那传播的会很快 很容易被传染 对 而且就是传染给很多人吧 那么下面我们要解释两个词 都是有力的啊 一个是抵抗力 还有一个是免疫力 这两个是不是意思差不多的 对 意思呢 都是抵抗疾病的一种能力 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种能力 抵抗力和免疫力稍微有一点差别 主要在于免疫力呢 就是说因为身体有抵抗力 所以不会得某一种传染性的疾病的这种能力 所以你是先有了抵抗力 然后才有免疫力 是吧 对 就是抵抗力是代表你身体可能比较健康 你可以抵抗那种疾病 然后免疫力是更加针对疾病来说的 你不会得病这种能力 对 不容易被传染 不容易被传染 很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种病好不好 好 几种病的类别 下下来给我们念一下 好的 我们的对话中提到了四种疾病 分别是关节炎 风湿病 胃病和高血压 那其中胃病可能是比较容易理解一点了 胃就是我们这个消化的部位嘛 对吧 它有了疾病胃病 那么关节炎是什么呢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或者天气有的时候下雨 或者是天气冷的时候 可能有人会觉得它的膝盖 或者是手关节这样的地方有点疼 有点酸 那么这样的病就叫关节炎 就是我们骨头连接的地方 对吧 然后它出现了一些炎症 叫做关节炎 那风湿病好像也是和天气很有关的是吧 对 那么风湿病呢 一般是在天气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特别是又湿又冷的时候 容易出现的一种头痛啊 关节痛啊 这样的病 就是由于天气原因 引发或者导致的 是吧 身体的不适 对 好 那最后一个高血压 刚刚你特别强调这个毒瘾 高血压 对 因为可能很多外国朋友 在听中国人说话的时候 会听到血这个发音 就是第三声的这个血 日常生活中 大多数人都会念血 高血压 对 什么心血管疾病 但其实应该是第四声 对 因为这个字在标准的普通话里 其实没有血这个毒瘾 第三声是根本不存在 对 只有血 第四声和血这个毒瘾 血 就和我们什么血字的血一样的毒瘾 对吧 对 那我觉得也是体现了语言 就是被人这样习惯性的用以后呢 就有的时候就改变了 然后虽然它是错的 可是确实人人都会这么说的 对 是吧 没错 那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就好了 那么高血压是什么一种病呢 好 高血压呢 就是指血压容易升高的一种病 那其实我们很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了 我想可能在你自己的语言里 你也很容易理解是吧 反正就是和这个心血管呢 这方面呢 有联系的 高血压的人好像特别怕吃咸的东西 对 所以要吃得清淡一点 而且一般呢 我们都会觉得胖的人比较容易得高血压 嗯 对 但是我最近认识一个人 他很瘦 他也有高血压 不同体质的人都要注重自己的健康 是吧 好 此语也看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对话 阿奇 阿奇 唉 又感冒了 冬天才刚到 我已经感冒三次了 每天不停地吃药 再这样下去 真要成药罐子了 我看你啊 就是因为整天窝在家里或办公室里不运动 抵抗力才会这么差 俗话说冬天动一动 少闹一场病 冬天懒一懒 多喝药一碗 你平时应该多锻炼锻炼 比方说游游泳什么的 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游泳 这么冷的天 谁还游泳啊 谁规定冬天不能游泳了 专家说冬泳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免疫力 能够让人在春天和冬天的时候不容易患流感 而且对关节炎 风湿病 胃病 高血压等病症也有奇特的疗效 健身价值比夏天游泳更高 所以现在正流行冬泳呢 你也大可以去试试 还是算了吧 我最怕冷 光是听到冬泳两个字就已经冷得发抖 更别说下水了 那跑步怎么样 冬天最适合练长跑了 冬季长跑可以增强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功能 提高大脑记忆力 还能使人心情舒畅 有助于增进食欲 我现在就每天坚持长跑 上个月还参加了全市马拉松大赛呢 长跑太枯燥了 我看我很难坚持下来 说来说去 你就是没有意志力 谁说的 我只是更喜欢娱乐性强一点的运动罢了 是吗 那就去滑雪好了 比起冬泳长跑这样的健身运动来 滑雪的休闲性更强 一个星期去一次 可以放松紧张的神经 而且在不经意间 又可以使身体各部位都得到有效的锻炼 听起来不错 可是上海几乎没有山 也很少下雪 上哪儿去滑雪呀 你忘了 上海不是有个银七星室内滑雪场吗 前不久那里还举行过单板滑雪赛呢 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 听说那里还有温泉泳池 桑拿房 中西餐厅 酒吧 健身房 棋牌室 影视歌舞厅等等 是不是真的呀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小霞虽然自己没有运动 可是听了这段对话呢 好像这几个运动都很累 然后我还是不想去做 但是运动很重要吗 没错没错 那么你如果不运动的话 可能会出现我们第一个问题里问的情况 就是说经常生病 然后常常要吃药 对吧 那这样的人有一个比喻 有一个形容词 把他们称作什么呢 我们的对话里说了 把这样的人称作药罐子 那罐子其实是一个放东西的器皿 是吧 对 那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古代呢 吃中药嘛 都是要放在这样的罐子里面 煎药 对对对 那么药罐子呢 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比喻 就是说你这个人 好像像一个罐子一样的 乘天人家在网里面放药 对吧 就是你乘天在吃药 你就成为一个药罐子了 欢迎回到另一期设计 中国传媒体验 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The CAT scan Ooo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 That's right Chinese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 forward slash HSK 好 那么对药罐子呢 还有一种理解 就是说因为这个人 常常生病 经常要吃药 所以他的身边 总是有这样的一个药罐子 那么这个药罐子呢 已经可以说是 他的一种特征了 就是他身上的一种特征了 所以我们就借这种特征 来比喻他这个人 这样的手法呢 在汉语里也常常用到 比如说有一个戴眼镜的人 那么这戴眼镜 也是他的特点吧 所以有人就会用 四眼这样的词来形容 对对对 就是把你的特征 拉出来说对吧 来概括你整个人 对没错 希望大家不要成为药罐子 所以要多运动 那么冬天我们有 什么运动可以做呢 对话里只是例举了几个 我觉得是比较常见的 对吧 那肖肖我们谈到了什么 好 在我们的对话里 提到了三个运动 一个是冬泳 就是冬天游泳 这个我觉得是 中国的北方特别哈尔滨 特别特别冷的地方 他们会进行冬泳的运动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 自己国家有没有这种习惯啊 那冬泳其实就是会在什么 零下十几度甚至几十度的天气 就去游泳了 而且不是在那种热水的泳池里 而是到大自然当中 是吧 所以说冬泳也要注意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适合冬泳的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什么 容易发作的那种病的话 可能要注意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练习的 可能人家都是渐渐的 对吧 对 可能秋天他就会准备 每天去游泳 慢慢的来适应 而不是因为我在室内十几二十度 然后我要穿一个泳衣一下 跑到零下几十度的水里 我觉得那个身体是吃不消的 没错没错 但是呢冬泳好像有很多好的效果啊 对身体 反而是这种活血的对吧 可以促进人的抵抗力啊 免疫力啊之类的 对因为冬天游泳 它的健身价值比夏天更高 我们知道夏天去游泳 很多人是觉得比较凉快吧 对 那么冬天因为你游泳的时候 你消耗的热量更多 也就是说更能减肥 然后更能调动起你身体的这些器官吧 对 让他们也适当的运动 提高你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好的 那除了冬泳以外呢 我们还提到了两个运动是什么呢 一个是长跑 还有一个就是滑雪 那么长跑呢 就是我们常常说马拉松嘛 就是冬季 长距离的啦 跑步对吧 对 在中国的一些学校 冬天的时候呢 学校会让学生去锻炼 对 然后也会让他们去跑 当然不会是跑完马拉松的全程 42 42.195公里 这是不太现实的 消下去的 就是所有的数字 真的了不起 没有了 可能只是跑一半 20公里或者10公里这样的 那我觉得能跑一公里 已经很不错了 10公里20公里 那太厉害了 因为说到长跑就是我的噩梦 我从小长跑我就没有及格过 短跑我也没有及格过 那可能就是所有跑步的项目 我都非常非常的差 可能是因为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而且要求记录这个成绩吧 对 其实我们锻炼的时候呢 并不一定要强迫自己 就是说要跑得多快多快 因为那个时候在学校没有办法 因为体育课你也是会被打分的 对吧 所以会有及格不及格这样的分别 那现在可能长大了以后呢 你运动就是完全是自己喜欢 或者抱着健身的这种目的 对啊 所以说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 这样会比较好 对 不要勉强自己 一定要跑完多少路程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还提到了一个滑雪的运动 其实滑雪呢 可能北方比较流行吧 对 因为他们有这种天然的条件 会下雪 那像上海这种地方 南方有的是不下雪 有的是很少下雪 但是呢就像对话中提到的 现在可能有一些室内的人造的滑雪的场所 让大家可以去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如果说是在南方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去室内的滑雪场 尝试一下滑雪的乐趣 体验一下 那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运动在冬季这么重要 那笑笑你说呢 其实这个我不说 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冬季呢 如果说一直是在室内 因为室内温度比较高嘛 如果你又不运动啊 那你可能一出去就容易生病 一个这个温差 对吧 温度的反差 对 就是说你不运动的话 抵抗力会变差 容易得病 我们的对话中提到了一个俗语 就是冬天动一动 少闹一场病 冬天懒一懒 多喝药一碗 那这个其实就是 中文里好多这种俗语 会是押韵的 就好像这句话一样 是吧 没错 其实我冬天是很懒的 所以我想我可能要喝很多碗的药 那你就应该从今天开始就开始运动吧 投入到运动当中啊 但是呢运动有一个是非常主要的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词叫做意志力 意志力其实不只是用于运动方面 就是做别的事情上面 其实也是需要意志力的 意志力的意思就是非常强的心理素质 是吧 还有坚持的这种能力 没错 一种决心 一种毅力 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呢 克服各种困难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素质 那意志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保义的词 是吧 对 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般这个词的搭配 后面应该用强或者弱 它的意志力很强 它的意志力很弱 对 一般不用大小那样的 对对对 这样的修饰啊 很好 那我们今天再要来看一个 也是像俗语一样的 对吧 没错 那么这句话也是常常被用到的 就是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是一个反差对比哈 对 耳听为虚意思就是说 耳朵听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它不一定可以相信 对对对 这个虚就是有虚假虚空对吧 对 就是跟这个实正好是相反的 那么后面的眼见为实 大家一定也了解了 就是说要自己看到以后 才能确定真实的事情 对 因为耳听为虚呢 就是说我告诉了我的朋友这件事 那朋友有他自己的理解 他告诉别人的时候 可能已经加入了自己的想法 然后可能经过了十个人 二十个人以后 这样传播以后就 失去了原来的这个意思了 没错 所以呢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亲眼去看一看 或者我们就是说要自己 亲身去实践体验一下 对吧 没错 好的 那今天我们了解了那么多冬季的运动 现在再听一下对话 重温一下吧 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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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感冒了 冬天才刚到 我已经感冒三次了 每天不停地吃药 再这样下去 正要成药罐子了 我看你啊 我看你啊 就是因为整天窝在家里或办公室里不运动 抵抗力才会这么差 俗话说冬天动一动少闹一场病 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 你平时应该多锻炼锻炼 比方说有游泳什么的 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游泳 这么冷的天 谁还游泳啊 谁规定冬天不能游泳了 专家说冬泳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免疫力 能够让人在春天和冬天的时候不容易患流感 而且对关节炎 风湿病 胃病 高血压等病症也有奇特的疗效 健身价值比夏天游泳更高 所以现在正流行冬泳呢 你也大可以去试试 还是算了吧 我最怕冷 光是听到冬泳两个字就已经冷得发抖 更别说下水了 那跑步怎么样 冬天最适合练长跑了 冬季长跑可以增强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功能 提高大脑记忆力 还能使人心情舒畅 有助于增进食欲 我现在就每天坚持长跑 上个月还参加了全市马拉松大赛呢 长跑太枯燥了 我看我很难坚持下来 说来说去你就是没有意志力 谁说的 我只是更喜欢娱乐性强一点的运动罢了 是吗 那就去滑雪好了 比起冬泳长跑这样的健身运动来 滑雪的休闲性更强 一个星期去一次 可以放松紧张的神经 而且在不经意间 又可以使身体各部位都得到有效的锻炼 听起来不错 可是上海几乎没有山 也很少下雪 上哪儿去滑雪呀 你忘了 上海不是有个银七星室内滑雪场吗 前不久那里还举行过单板滑雪赛呢 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 听说那里还有温泉泳池 桑拿房 中西餐厅 酒吧 健身房 棋牌室 影视歌舞厅等等 是不是真的呀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好 小霞 你运动的多不多啊 其实我也很少运动 但是我目前发现 说话也是很好的一种运动 因为我常常来录音的时候呢 录了一个上午 我就觉得肚子都在叫了 那就证明 他应该是蛮消耗能量的 所以只能自我安慰吧 我觉得说话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其实如果说大家实在是不喜欢剧烈运动的话 也可以选择一些 比如说像散步啊这样的 不是非常激烈的运动 我们只是说要适当的动一动 你们平时喜欢运动吗 最喜欢什么运动 是会去健身房呀 还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你经常走路散步这样的方式 去公园或者是在家里 那很希望大家把你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当然就是要来到 ch.chinesepod.com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一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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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